大家好我是龍蹦 本部影片來分享一下 歡樂魔法堂派對的活動注意事項 請各位玩家要升魔法堂之前 麻煩這邊的任務先全部解完 或者是去買每日千道禮包 你才不會虧 講句好話就是 第一色為張秉人之塔而鋪路 那個財報全部在開發星座喔 就是好話只能講到這了 那個壞話要說的話 這個就不好聽了齁 這個派對任務全部解完 總共加速的話是加50%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每日千道禮包 玩家們有購買的話還會有加1倍 這個是1倍喔 不是50%喔 是1倍 所以我覺得第一色好像這個營運有點搞反了吧 你應該是要把基礎的任務全部解完 有1倍的加速 然後再來買千道禮包是50%的加速吧 我覺得這樣子反過來 這個有點在考驗玩家們對於滴色的一些長期以來的支持齁 我覺得有點太誇張了 這有點過頭了好嗎滴色 就是要賺財報不要這麼吃相難看 真的講是這樣子齁 然後這一次可重複任務是必須要製作魔法糖素材嘛 給大家來看一下這個時間吧 你們一般來說如果你任務解完的人 你應該是那個1個小時嘛 然後我這邊如果你又課270元台幣的這個每日千道禮包之後 我們這邊就會變成36分鐘 那他這個效果是包含舊的魔法糖也是可以做的 所以這段期間2個禮拜 在3週年之前你真的缺乏法龍素材的玩家 趕緊做一做吧 就是 新的賺錢方式呢滴色你很棒喔 那所以這幾次的改版啊 除了 益賊可能又改 公會龍的生態了 上一次焦糖也改了 連續2個改版要改公會戰的生態 然後接著3週年大改版之後 可能又要再改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我真的只是說滴色好好思考一下吧 畢竟遊戲也要3年了 真的要為了薑餅人之塔葡魯不需要這樣齁 好啦那小小的影片就到這邊 有任何想法歡迎留言 我是洪夢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